华联市公所举办原住民族保留地政策法令意见交流 即全力回复班状仪式由市长维嘉燕 请自颁发11笔保留地所有权状给族人 而市民代表肖明龙 以及华联市土地权力审查委员会一行人 也都一同出席致贺 华联市公所日前举办了原住民族保留地政策法令意见交流 即全力回复班状仪式 由市长维嘉燕请自颁发11笔原保地所有权状给予6名原住民族人 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我们所有的审查委员跟我们的族人都非常的开心 可以帮忙大家找回祖先留下来的珍贵土地 那今天也颁证我们权状给我们所有人 那也跟我们所有的今天领状人说 未来的土地一定要好好的保存下去 也要将我们族人的土地都能够传承到儿孙代代 那也希望说未来还有做生父的动作 也可以先来咨询我们原型客这边 然后我们办理一些游城 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找回最珍贵的一个土地 会中市民代表肖明龙及华联市土地权力审查委员一行人也一同出席 向族人们致贺 而原型客同仁也向在场族人说明原住民保留地的相关法令 并加强宣导原住民开发管理办法相关土地法令等政策 希望族人能更加了解原保地申请流程及土地资源的珍贵 客长江敬贤也表示恢复原住民保留地的过程相当繁琐 并涉及原民会、内政部、国有财产署、县政府等相关单位 施工所将持续协助族人办理土地权力回复 并加速行政流程 以缩短族人在申请旗程时所耗费的等待时间 记者徐立晴华林氏报导